大麻路邊停著一台機車 一對男女在機車旁大聲嚷嚷 男生騎去激動破口 大罵間匕首畫腳 兩人吵著吵著開始拉拉扯扯 吵架的聲音實在是太大 鄰居都有聽到 還有人直擊 男生突然吵著女子的胸口抓去 猛抓住她的衣領 疑似還勒住她的脖子 最後女生想離開還被阻止 兩個人就這樣 在台中北屯的東山路 一段爆炒超過10分鐘 途中還有車子要停進車格 尷尬的看著良人 但他們完全不管 整個過程都被募集民眾陸下 但警方說沒有接到報案 不管是什麼原因 男女當街吵架 還動手疑似勒勒勃 情緒控管真的有待加強 連楊三戰警城台中採訪報導